这位小伙子找女朋友 有特殊的要求 来 掌声有请 全程热烈 大家好 我叫韩强 今年32岁 来自吉林省四平市 我的爱情学员是 修车电汉我都会 跟我牵手拨回 来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 看看对谁的印象最好 好 场上16个姑娘 对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请选择 好 那接下来小伙子 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灭一盏灯 可以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干什么灭完了 你干什么啊 你来找谁来了这是 八号丽姐你先说 不是 你来找谁 你相中谁你就只说呗 干什么上任我们洗碎啊 那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怎么会捂都没捂住 没捂住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捂不住了 人心思就在那儿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 其实你们非常优秀 但是呢 我就想把你们 这些优秀的女嘉宾 留给最优秀的男嘉宾 我就是奔一号来的 我没看着一号的爱情宣言 我不可能来到这儿 太霸道了 太棒了 所以上场了之后 才会有如此的惊人之举 那这样咱们看短片 帮着玉红来审核一下好吗 来 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短片 大家好 我叫韩强 今年32岁 家是四平铁区平衣乡的 这个院子就是我家的老院子 房前屋后的战地面积 是一千多平 我十六七日就在外面打工 修货车 在房门厂上过班 饮料厂也上过班 平时呢 我的一月开销 也就是三百左右块钱 也这年也没涨一多钱 反正就是在盖里 有出楼 洞签了 估计年底也就能回签 但到那时候 可能媳妇也就到了 以后呢 就想在农村发展了 养点狗 养点牛 养点羊 种植一些果树还有大棚 我觉得就像老虎在森林里 成王成霸 自由自在 比关在动物园里强 我就是农民 我在农村发展 谁好啊 东哥 不是 玉红姐你知声啊 你说 我这老先生挺好的 老先生 你说说你那个房子 那是在哪儿买的 在四平街里买的 是不是 对 你好好展示一下自个儿 多大 之前是六十多瓶 回完前是七十五 杰奥红给不给蔡里 给 我完事了 完事了 其实你是最烈的 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你 你找我 不是 我是作为老乡 你看我玉红姐腼腆不打直声 我帮你好好了解了解 把东哥急的 就怕这四平小伙儿嫁不出去啊 我怕张庆 你这一个月就花三百两个钱 咋花的 再说你要真把我玉红姐 牵走了 一月就给三百块钱花 谁能干的 同时我给一号三百块钱了 是我自己 是啊 那你自己都这么狠 你给我玉红姐多钱花呀 结婚了 钱她管她 那玉红姐你快去瞅瞅 这都你管钱了 喝点的吧 来 一号玉红 我看了看过短片之后灯灭了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 她家是在四平的 然后呢 她以后打算在农村发展 我感觉 我家是大安市的 我感觉距离有点太远了 我想在大安 或者是大安附近的城市找 然后呢 以后呢 在城市里面生活吧 是这样的 玉红啊 大安和四平这中间 你觉得这距离很远吗 我觉得从地图上看 不就隔个长春吗 是不 对对对 我按照太远了 就长春有点多事 我认为不是距离 三号小姜 其实我想说我相踪她了 但是现在灯都给灭了 我感觉我也没机会了 就是我感觉她那个 就是我刚才我的爱情宣言嘛 就是我花钱的能力 比较那个啥 她花得省 我花得多吗 男嘉宾来一次的 也挺不容易的 我希望你能珍惜这个机会 虽然大跟三号接触呢 但是她那个为人呢 就是特别好 特别任性 希望呢 你能就是严肃地 看起来 好 情况现在有变化 是 不变 不变 变不变 不变 变不变 不变 不变 变不变 不变 玉红可能是因为距离的问题 灭灯了 我们对小伙子再多点了解 可能你的这种印象还会有转变 来看第二个短片 姐 这台上16位姑娘你喜欢哪个 我喜欢的一号 一号长得又漂亮又腐蚀 别说她俩这个模式 嗯 上期她还给结婚里说 要找个红包小伙 她跟她很强不正好 她一掌 她就出两个对象 最多才两个 两个 只变 只变 两个人 姑娘找个红包小伙 咱俩先找个红包小伙 她俩正挺合适我丑的 我有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感情经历 是打工十夜日的 人手也没碰过就分手了 第二段感情经历 是通过门人介绍的 相处了一段 发现她抽烟喝酒 还好打麻将 所以也就分手了 但是只限于摸摸手而已 我对年龄没啥太大要求 离婚的是不行 感情经历最好是少点的 等了三十多年了 也相了好几十对象 我感觉自己眼光也不算太高 但是就把自己剩下了呢 三十多年也都等了 也不差得一年半点了 我拒绝闪婚 毕丽两人结婚是一辈子的事 来 严浩玉红 感觉怎么样 感觉好像还是不是那么 太心动太喜欢吧 客观地看这个小伙子 他写得挺好的 挺朴实的 感觉他人挺好的 就是不喜动 就是没有想要恋爱的那种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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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